请我们打开周报的第二页 我们要来看今天的信息 我们今天的信息是 生命成长的检验 生命成长的检验 我们都知道生命一定要成长 而生命成长的过程 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顺利跟不顺利 我们知道没有一个生命的成长 是没有经历困难的 但是生命成长 怎么样我们知道它在成长呢 这里有一个从圣经来的答案 就是顺服圣灵 今天我们要继续分享 使徒行传记载当中 有关圣灵如何带领教会的内容 首先请我们打开 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 使徒行传第一章 请各位打开 使徒行传第一章十节到十一节 在开始传讲使徒行传的时候 我曾经花了时间 特别把第一章的十节十一节 跟各位讲解 今天我们要再来看一次 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到十一节 翻到了请看看旁边的人 帮他翻到 有些人他来教会很久了 他很 这圣经很熟 但是一直会有新朋友 进到我们教会来 十节十一节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到十一节 预备请 当他往上去 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 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 当耶稣被借升天的时候 他们定睛望天 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 应该就是天使 站在他们旁边说 加利利人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那这句话也有点奇怪 不然怎么办呢 因为那位为我们钉十家的耶稣 受死埋葬复活 他现在走掉了 我不看着他怎么办呢 他跑到哪里去了呢 可是这两个天使跟他们说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换句话说 耶稣只是暂时为他们连我们在内 暂时为我们去预备地方 将来还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 而这段去 而这段来之间 耶稣去跟回来之间的教会时期 感谢主的恩典 他不是把我们放下来考验我们 耶稣基督在被抓的那一个晚上 就曾经告诉门徒 他说我要求父 父就什么 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会师 我相信这两年来 你们听这节经文 听了已经很多次了 他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会师 叫他什么 永远与你们同在 那这是我最喜欢的经文 过去两年我喜欢一个经文 就是前两年的那个主题 这两年我最喜欢这个经文 因为他说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 表示已经有一位再加一位 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会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换句话说 耶稣不是把我们丢下来说 我去预备地方 然后就把我们放在那边 妈妈跟儿子说 我去买个菜马上就回来 然后把门锁起来就走了 你要吓死这些孩子 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做的 他就另外赐给我们一位宝会师 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所以到第二章的时候 圣灵就来了 那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 是指的不只是当时 而且是现在 而且是未来 让我们可以确知 耶稣是为了我们做赎罪祭 祂暂时离开我们 可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就等于耶稣住在我们里面 上帝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可以呼叫祂什么 阿爸 有一次我碰到一个穆斯林 改姓耶稣的 我就跟他说阿拉到底跟耶稣 跟我们的天父有什么 不同的地方 那因为他是穆斯林出生 他对那个伊斯兰教 或者中国人称回教 是很熟悉的 他说上帝的名字 跟阿拉的名字几乎都一样 只有一个是 这个穆斯林的信仰的上帝 没有的 就是阿爸 阿爸 就是父 神是我们的父这件事情 在穆斯林是没有的 所以他们害怕 敬畏多过于爱 但是我们因为知道他是阿爸父 这是圣灵的感动 我们才会明白的 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 我们不会明白的 并且因着圣灵的感动 我们可以活出 神要我们在地上 活出来的样子 圣灵 是今天与我们永远同在的那一位 那前几次 我们就提到了 彼得这位耶稣的门徒 因着圣灵的感动 竟然做出即便是 相信了耶稣是神儿子 也受了圣灵浇灌的人 仍然不敢做的事 什么事呢 请我们来看讲义 彼得顺服圣灵 行犹太基督徒 不会行的事 犹太基督徒不会行什么事呢 彼得为什么会行这些事呢 彼得为什么敢行这些事呢 彼得敢做什么事呢 一 他敢进外邦人的家 敢进外邦人的家 当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 门徒示善 传福音给外邦人 仍然是他们不敢做的事 也是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他们没有领受这样子的看见 因为犹太人几千年来都认为 只有他们是被拣选的子民 他们是chozen people 外邦人甚至是撒玛利亚人 都是不蒙神悦纳的 也因为这个缘故 即便耶稣已经为犹太人 钉了十字架 恢复了他们跟神的关系 犹太人还认为 只有他们自己蒙恩 他们得救 而那些本来就不是神子民的撒玛利亚人 犹太人 外邦人 当然不能得到这个恩典跟殊荣 因此到这个时候 使徒行传的第九章 他们并不像犹太人以外的人 传讲福音 连彼得也是如此 连彼得也是如此 没想到我们来看十章十九到二十跟二十五 在讲义上面有记得很清楚 我把它录出来这样 我们不用翻这一段的圣经第十章的 十九二十跟二十五彼得做了什么事呢 没想到我们来读预备 请 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 圣灵向他说 有三个人来找你 起来 下去 和他们同往 不要疑惑 因为是我猜他们来的 彼得一进去 割离牛就迎接他 服服在他脚前拜他 彼得做了什么别人不敢做的事 他进了外邦人的家 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彼得就顺服了圣灵 进了外邦人的家 你知道现在看起来没问题 当时可是天大的问题 等一下我会讲这件事 我们现在觉得 我们传福音给外邦人 没有问题 而且应该的 那早期我听到有的人说 说基督徒不要进庙里面去 跟我领受的不太一样 我们不进去庙里面 谁进去庙里面呢 你说那是进去拜的人才进去 我们不是进去拜 但是我们进去传 对吗 有的人说进庙头会晕 可能你头会晕是闻到那个 你不习惯的香的味道 那进去不要头晕 进去要仰望主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观念 是怪怪的 他们当时有个观念 也怪怪的 他们不敢进外邦人的家 他们不只是不敢进外邦人家 还不敢向外邦人讲道 可是彼得就敢 我们来看 彼得敢向外邦人讲道 三十四节 三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三十四节 预备 请 彼得就开口说 我真看出神是不骗待人 彼得不仅进了外邦人的家 他还向外邦人讲了一篇不短的道 这实在是太稀奇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彼得一直是一个 弄不清楚就不肯罢休的人 如果你了解彼得的个性 如果你看过彼得跟随耶稣的时候 他常常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可是你把它分析起来 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要把事情弄清楚 而且他以为自己一直是弄清楚的 所以当有些事情跟他想法不太一样的时候 他就不能够接受 他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其实是不太相信的 所以当耶稣走在水面上的时候 大家都吓得半时说是个鬼怪 耶稣说是我不要怕 大家都说的时候 他竟然说一句话 他说倘若是你求你让我走到你那里去 你就发觉这个人 这个人要把事情弄清楚 他跟别人不太一样 别人说耶稣快上来风很大 他说我要我下去 所以彼得是一个要把事情弄清楚的人 他也认为耶稣基督不可能被卖 因为他是弥赛亚 他已经慢慢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了 他不会被卖 不会被抓 他说我就是与你同死 我也不会不认你 后来认不认 不认 你就发觉 你就发觉 他是一个自以为对 而且不容易被改变的人 但是在这边我们发现 他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竟然开口向外邦人传讲福音 弟兄姐妹 这就是神奇妙的作为 当我们成了基督徒 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变了一个人 弟兄姐妹我要问你的问题是 你改变了没有 你从信耶稣到现在 你有没有变 如果我们只是自然的变 像你看到的第一张照片 我头发这么多到现在 那是1992年还91年的时候 二十几年前 如果只是这样 我们的信仰是很有问题的 当我们信了基督 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变了一个人 我们从前不敢做不肯做的事 在神的恩典中当我们顺服了圣灵 我们都能行出来 我们都能行出来 我们会改变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变不变 我因为有的时候在外面服侍 有的时候碰到的人是十几年前认识的 他说李长老 他说十几年来你都没有改变 他说你在Good TV录影 那个大概都是八九十年的事情了 他说你在Good TV的录影 到现在看起来 现在比那个时候年轻 我说你少来 讲让我高兴的话了 怎么会不变呢 我以前头发有多少 现在头发有多少 对不对 他说你没有变 我说我变了 他说你真的没有变 我跟他说我真的变了 以后我跟他说我当然变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当然会变 我们不仅当然会变 我们当然要变 有的时候我就开玩笑 其实也不是开玩笑 我就跟着弟兄姐妹说我变了 他说真的 我说我变得更柔软 我变得更体贴神的心意 我变得更对圣灵敏感 我变得更能明白神的心意 弟兄姐妹我们当然要变 我们如果一直不变 就麻烦了 我到一个教会去聚会 那个教会有一个传道人 非常喜欢开玩笑 那个教会是一个七八十年 八十年的教会 八十年的教会 那么他们教会因为经过八十年了 然后已经慢慢慢慢就稳定了 然后就僵化了 然后就不动了 教会开展职会 事情都不能做决定 然后什么事情都是很麻烦的处理 以后那个弟兄有一天 那个传道人就跟我们在一起聊天 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我告诉你 他说我们教会好像耶稣 因为他一直对他们教会 有不好的评价 他一讲他们教会信耶稣 我就看着他 我说感谢主 他说你知道吗 我们教会是昨日今日 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 我们教会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只有一位不改变的就是神 我们都要变 我们应该改变 我们应该对圣灵敏感 我们应该回应圣灵 圣灵怎么带领我们 我们应该回应 第三 彼得不仅敢进外邦人的家 彼得不仅敢向外邦人讲道 他竟然敢做一件事 就是敢替外邦人施洗 你知道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没有人敢做这件事情的 他怎么做呢 我们来读四十四 四十五 四七 四八 我读一节 请你们读一节 四十四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 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 与是彼得说这些人祭受的圣灵 与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用谁给他们施洗呢 当彼得这么大胆 其实是顺服圣灵 给他带来的勇气 进了外邦人的家 向外邦人讲道 他就在讲道的时候 圣灵都在现场工作了 圣灵降在一群听道的人身上 彼得历时明白过来 就为他们施洗 并且与他们同住了几天 圣经上这里说 与他们同住了几天 我相信彼得是为了 向这些外邦人 更多的讲解福音 让他们更深的明白他们的信仰 你知道犹太人信耶稣 虽然很难 但是他们一信之后 他们犹太教许多的东西 可以转成基督信仰 所以他们没有太大的困难 可是这些外邦人是从来没有 相信上帝的 或者他们所相信的神 跟犹太教当时所留下来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明白 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 感谢主 圣灵的工作就让彼得 敢进外邦人的家 敢向外邦人讲道 敢替外邦人施洗 感谢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圣灵的工作何等其妙 你知道我们今天读起来 没什么了不起 本来福音就应该传给外邦人 我们现在倒过来看 亚伯拉罕那个时候 神就对亚伯拉罕说 要万国从你的后裔得福 那万国当然包括所有的人 那是我们现在解释 我们现在解释没有困难 可是当时犹太人 是完全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感谢主 圣灵的工作何等的奇妙 他有计划 有秩序的带领我们 我们只要一步一步的 顺着他的心意而行就好了 神的工作真的非常奇妙 前几天我是到洛杉矶海轩 去讲他们的下令会 那我这次去的时候 我就带着我们教会所发的 这一本等候父所应许的 对吗 你们拿到了没有 开始看了没有 还没拿到的可以去拿 我听说还有 我听说还有可以去拿 如果你搞丢了再去哪一本没关系 因为搞丢了嘛 你就再去哪一本 我们不会跟你收钱的 那我就跑到这个海轩去 到海轩去 那么我本来就是今年要讲到 那去年是本来是寇少恩讲的 那寇少恩生理不舒服 所以我就去年就去了 去年就帮他讲 那今年是本来就 该我讲的我就去 可是我去的时候呢 我就去找一个姐妹 我就在讲台上讲 然后就把那个 要把那个姐妹找到 就她没有来 我就觉得有点难过 为什么呢 因为去年七月 我去海轩夏令营的时候呢 有一位姐妹 大概三十多岁 就跑到我面前来 就直接指着我说 说李长老 你看过等候父所应许的 吴长老写的那本书吗 他一讲我我就吓一跳 我就吓一跳 然后我就看着他 我就在想说 吴长老的书我没看过吗 有可能吗 我说我想起来了 我说我想起来 我看过那本书我跟他说 他说 我说怎么了 他说 他对我们教会有点了解 从网路上 或从有些资料上面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他说我告诉你 他说如果你读过 等候父所应许的 吴长老的奖章 他说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你们教会 对圣灵一点都不敏感 他说像吴长老这样 这么敏感的 对圣灵敏感的人 在你们教会 他不在了以后 你们教会完全对圣灵 都没感觉了 我就很惊讶 三十几岁的人 也顾念我年纪也比他 他二十岁对吗 然后这样讲话 这样责备 后来他就说 我去买一本书给你 我说我有 我有 他说我要买一本给你 其实我有 我有这本书 他就在美国那边 就带我到书摊 然后就买了 我说我自己付钱 他拿给我 他说你回去好好看 以后 他就走了 你知道 这是圣灵的工作 有的时候你不明白 我被他这样讲 我心里很不舒服 好歹我在这个教会 也聚会了四十年 对吗 说跟五长老很熟 我告诉你我也很熟 我是真的很熟 我曾经做了五长老 四年的秘书 他那个时候 管我们不叫秘书 他管我不叫秘书 叫书记 我差点做了总书记 他管我叫书记 我做了他四年的秘书 很多事我都知道 可是他这样讲 我就很不舒服 以后我就在飞机上 去看这本书 看完我就一直看 看完以后 我就交给李靖元长老 我就跟他 我说靖元你先看 我说你先看 我说可能我们很舒服 他看了以后 我们就长老长老 我们都看 看了我们就决定一件事情 如果你看了这本书 你就会知道 这是五十年前的奖章 五十年前 你知道五十年进步到什么地步了 那个时候连手机都没有 连电脑PC都没有 吴章老那时候领受 对圣灵的看见到现在 这五十年来 在圣灵的位格 圣灵的生命 圣灵的恩赐上面 没有太大的进展 就是五十年来都没有 吴章老你讲到现在 都还没有改变 可能圣灵恩赐的表现 有一些改变 而那些我们需要 还要经过一些验证 现在有些新的 对圣灵的工作的方式 有一些新的解释 或者有些对圣经新的诠释 我们感谢主 圣经本来就是在 圣灵的感动之下 我们会越看越深的 但是没有改变 圣灵的工作在五十年来到现在 我们看到 所以我这次跑去呢 就要找那个姐妹 我要去谢谢她 就是找不到她 到了最后天她跑来了 她跑来我就 我看到她我就很高兴 她不知道我为什么对她很亲切 她就看着我 我就把这本书拿去送她 我说这本书送你 我说我们教会重新排版了 而且我要谢谢你 因着你那一天给我的提醒 我本来想说指责 后来不好意思 因为真实的状况是指责 我说你跟我的提醒 让我们教会可以重新看这一本书 她说真的啊 感谢主啊 就很开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灵所做的事情是很特别的 不像我们的想象 如果我们到现在 我没有说理智不重要 理智非常的重要 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没有说意志不重要 意志非常的重要 情感也非常重要 可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人就是这一些 不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灵在我们里面跟我们来往的 不只是在我们的意志上面 理智上面 情感上面 更是在我们的灵的里面 我们能不能用灵跟祂回应 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事呢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第十一章 请你翻开使徒行传 第十一章 我们要来看这件事情之后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因为在第十章发生这件事情之后 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因为这一位神虽然是谁己异行作万事 可是人却不一定能够配合上神 人不一定能够了解到神 神总是在各样的事情上面 帮助我们成长 我们不了解 我们自以为是 我们自以为对 所以当彼得顺着圣灵的引导 进了外邦人的家 向外邦人讲道 并且在圣灵降下来 他就敢替外邦人施洗之后 他一回耶路撒冷就会有问题 因为耶路撒冷那里 有一些人 是在教会中有权势的基督徒 他们又没有在现场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所以当彼得 他们回来之后 就发生了一件事 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 第十一章的一到三节 一到三节 好不好我们来读一到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 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 即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 那些奉割礼的门徒 和他争辩说 你看到没有 那些奉割礼的门徒 虽然彼得是大使徒 可是他们还是跟他说 而且是争辩的说 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 受割礼是犹太人的专地 所以也就是说你进入了 非犹太人的家 跟他们一同吃饭 连吃饭都不行 以后彼得就从第四到十八节 向他们讲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从这一段的圣经 我们看到神总是用环境 提升我们生命的境界 神总是用环境 来提升我们生命的境界 他到底怎么做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信主了五年 或许你才一年 十年 或许你有二十年 我已经四十几年了 神到底在带领我的路上 我有没有成长的机会呢 我应不应该成长呢 我怎么成长呢 这里提到神是用环境 提升我们生命的境界 从这一段的圣经 我们看到四件事情 第一件请你写下来 一 神是用意向挑战我们传统的观念 请你写下来 观念 神用意向 那是因为这里是用意向 当然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 神是用各样的方式 挑战我们传统的观念 神用各样的方式挑战我们传统的观念 请你写下观念 观念 人是很受环境影响的 进朱者赤 进末者黑 对吗 我们都受环境的影响 没有人可以不受环境影响 你多听了某些人的话 你就受影响了 你成长的背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 你就被影响了 生在美国的华人ABC 长大之后 如果他的父母好好的教他 他的中文还会讲 不然他主要的讲的是什么 英文嘛 这正常嘛 因为他接触的都是英文 可是同样是华人 如果他生长在德国 长大了 除了中文之外讲的就是 除非他另外学英文 因为他接触的就是这样子 一个人生在怎么样的环境之下 就受那个环境的影响 如果你是生在孝顺父母的 家庭观念的环境下 长大的孩子 大部分 那我讲大部分 就会孝顺父母 如果你在做生意的家庭 长大的孩子 你就比较容易懂得做生意的方法 因为环境就塑造了我们的观念 我们有怎么样的环境 我们就有怎么样的观念 我最近跟一个学者聊天 你知道学者他在讲话的时候 所有东西都要引经据点 我们在聊天他也要讲说 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 要出自于哪一本书 不然他就不能生火 你知道吗 因为他是学者 因为他是学者 我在早年 差不多二十年前 在淡江大学教书 那么在淡江大学教书的时候 就有一个学生 因为我常常挑战他们的观念 因为在那个年代 大部分的孩子 都是按着父母的方式 来选念什么的 父母叫你念这个 你就念这个 其实他很不喜欢 所以那时候 我觉得那些学生很可怜 很可怜 我常常挑战他们说 你敢不敢 读你自己想读的 而不要读别人叫你读的 那我常常这样挑战学生 所以每次被我教到的学生 压力就很大 他们自己不知道 每一年都有很多学生 要么降转 要么重考 可是我当然自以为是对他们好 对不对 你学了一个东西 你一辈子不会再用了 你何必学呢 第二个你从事一个行业 是你最讨厌的行业 你要一直做下去吗 所以我就常常挑战他们 有一次有一个孩子就来找我 学生 大三的 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老师 他说我经过了非常矛盾的挣扎 因为我上了你的课 上到最后了 他说我告诉你 我一定要去降转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现在学伤 我说怎么样 他说我最恨伤了 我说你刚刚为什么要选伤 我妈叫我念伤的 所以我决定现在不念 我要去念别的我想念的 那我当然一方面 我就跟他说 那你妈妈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他说我们家是在迪化街 开南北货的 我说我们家在迪化街 开南北货的 他说那好 我常常要帮我妈妈卖东西 他说我妈妈坐在 那个后面的那个台子 他说进来的人 我妈妈就会告诉我 A或B或C A叫做待宰的羔羊 他要买什么 你的价钱随便开 他一定会买的 B就是这个人 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你就给他一个价格 然后你就跟他讨价还价 讨价还价 可以就把王爷卖掉 C是你这个人呢 讲都不用讲 把我们家的底价 加上合理的利润就卖掉 就告诉他那个实际的价格 就是卖给他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他就知道了 他说这么多年来 我妈妈只要进来一个客人 他就在后面说 A 他就走上去 明明一斤150的 他就一斤就250 他说大概都卖得掉 他妈妈很厉害 如果是这个 他妈妈说B 那个人进来 这一斤是150的 他也说250 然后就杀来杀去杀来杀去 杀来杀去 可能180就卖掉了 如果是C 他乖乖的 他妈妈只要讲C 他上去就说 150就结束了 那个人买或不买 他说他妈妈非常的准确 你听得懂吗 那我说怎么会这样呢 他说你知道 他说我做不下去这种事情 他说因为我不是这种人 我不是这种人 我明明知道那个150 然后我就卖250 然后真的卖掉了 然后我回去跟我妈妈讲说卖掉了 我妈妈还骂我说 你为什么不卖他400 他说我妈妈很厉害 就会这样 在那种环境之下 就会变这样子 他说因为我们家是世世代代 都在迪化街卖南北货的 我们的观念就影响到我们的 整个的形式为人 所以他告诉我说 你去我眼区 来 你没有动对不对 这完全是神机对吗 我们相信圣灵还是在任何时代 会有工作的 甚至连一个机器 他真的没有动它 他突然开始要播放了 真是怪 OK 好 我们来念五到十节 五到十节 十一章五到十节 使徒行传十一章五到十节 神到底怎么样 改变我们的观念呢 第五节 我念一节 请你们念一节 彼得说 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 浑游向外看见异象 有一物降下 好像一块大部细的四角 从天最下 直来到我跟前 我姐听见有声音像我说 彼得起来宰了吃 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那彼得当时所遇到的是异象 今天神不一定用异象 但是神可以很清楚的带领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改变什么 我们传统的观念 你要知道彼得是生在有食物洁净观念环境之下 长大的犹太人 他很清楚知道什么食物是洁净的 什么食物是传统当中不可以吃的 对他们而言 不可以吃的 他们不仅不会吃 而且他们会有排斥感 那个不是你用观念可以改变的 有一次我到桂林去 他们说给你吃一道我们这里的名菜 一端出来炸蝗虫 你知道炸蝗虫不是小只好大一只 我就是没办法吃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彼得怎么会这样呢 不 我告诉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们国际欧华神学院 召考进来一个神学生 那这一个神学生是德国一个大学毕业 拿到博士学位的一个女孩子 她是穆斯林 她已经信了耶稣很多年 后来来到我们学校读书 他们家是严格异议的穆斯林 他们家从来没有吃过 没有洁净过的食物 他们去买食物有清蒸的才能买 如果没有清蒸是不能买 不是清蒸红烧 是你要写那个字清蒸 就是有洁净过的 他们家如果没有洁净过的 从来就没有吃过 如果没有洁净过 如果他爸爸自己要去做洁净礼 是严格意义的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他们叫做穆斯林 穆斯林跟我们同等的对等语就是基督徒 所以穆斯林是基督徒 只是他们信的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称为基督教 他们称为伊斯兰教 我们称为基督徒他们称为穆斯林 当我讲穆斯林就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人 他们是严格意义的伊斯兰教的 然后他去信 他信了以后就奉献做传道来读我们学校 有一天我们就几个同工在一起 那么到了一个弟兄姐妹的家里面 他是开餐馆的 我们去吃饭 那么主人来的时候 我就很小声的跟他说 我就很小声跟他说 我说今天不吃猪肉 我就跟他讲 今天不吃猪肉 就被那个姐妹听见了 那个姐妹就跟我说 说李长老没问题 我现在可以吃一点猪肉了 那我就聊一聊 我就说真的不容易 他三十多岁 我说真的不容易 他说对 他说他最难过的一件事情 是当他信耶稣的时候 很多基督徒挑战他 你敢不敢吃猪肉 这是多么不人道的事 他就说如果你有信心 你就吃猪肉 你要知道一个从小 没有吃过猪肉的人 怎么可能吃猪肉 我们是没感觉的 你知道吗 他跟我说 那个锅子只要煮过猪肉 再煮任何的菜 他一吃就知道 那个锅子煮过猪肉 因为他没有吃过猪肉 对他们而言猪有一个味道 我问你猪肉 有没有味道 有 好吃的味道 他是有困难的 他是有困难的 所以你要知道 彼得要传语给外邦人 是非常困难的 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需要圣灵来动工 亲爱的弟兄妹 圣灵也同样在我们里面动工 有人说 不 我不是彼得 我不是伟大的人物 神不会这样对我说 不 不一定 不一定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有圣灵内住的人 你动作要快 确定自己 有圣灵内住的人请举手 请放下动作太慢 因为你很多人看旁边 如果不是圣灵感动 没有一个人可以 口称耶稣基督是主 我们早就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不然我们不会口称耶稣基督是主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圣灵内住的人 圣灵总会用我们明白的方式 怎么样明白 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 来带领我们 来挑战我们传统的观念 来挑战我们不对的想法 来带领我们去做祂要我们做的事情 刚才我们所看到那个影片 那个特殊效果的影片 提到1992年有一位鱼妈妈来 奉献一块地 那个时候我们教会 我讲到她就来 然后我到哪里讲到她就跑去 我开造就班她就来上课 有一天造就班在我们家开 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场地没有 就到我们家里 开造就班她就来上课 然后她上课的时候 完了大家都走掉了 然后她就看着我 看着我她就摸我 摸我就跟我说 她说你长得很像我儿子 以后她跟我说 她说我要把 然后她告诉我 后来我才知道 她的儿子已经过世了 她就说如果我儿子没有过世 也跟你年纪一样 你长得很像她 以后她要把土地奉献给我们 我一听这个人脑筋有问题 对不对 因为我长得像她儿子 所以她把土地奉献给我们 可是神真的很奇妙 祂就来跟我们谈 就一直讲 然后我们就一直弄一直弄 后来我就没办法丢给吴长老 我说这个事情太麻烦了 没办法丢给吴长老去处理 后来神很稀奇的 就感动了吴长老一个经文 那个经文是以赛亚书 33章78节 你现在不用翻 我告诉你当时吴长老说 就是因为这个经文 所以我们这块土地要了 我完全不懂为什么 因为这个经文跟那个土地 毫无关系 可是你知道吴长老讲话都这样 他这样讲我们就这样做 然后我再偷偷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把录影机关掉 我到现在还没搞清楚 为什么这个经文跟这个土地有关系 过去二十年了 我还不知道这个经文 跟这个土地有什么关系 可是吴长老说 这个经文 所以我们接受这个土地 那无论如何 现在这个土地 已经全部进到我们教会的名下 谁能知道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所要做的事情 总是人想不到的 他做事的方法 跟人的方法也不同 谁会想到要除去世人的罪 是让神的儿子上十字架呢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以前不明白 现在不明白 你越认识我们的信仰 你就越不明白 为什么一定要神的儿子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呢 谁会明白 谁会了解 谁会知道 雅各的儿子约瑟 被他十个哥哥卖掉 是为了预备以色列人下埃及呢 当时没有人知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方法奇妙而不可理解 祂的计划长远而非短暂 通常我们只会参与其中一段 因此总不明白 不能看到全貌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种情况不是临到少数的人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是神把我们拣选出来 为要成就祂的美意 所以神总会用意象 或者其他的方式 挑战我们传统的观念 第二 那我们怎么回应呢 我们应该顺服圣灵的提醒 请你写下来顺服 我们就应该顺服圣灵的提醒 并落实神的托付 我们应该顺服圣灵的提醒 并落实神的托付 我来念十二节第一句给你们听 圣灵吩咐我 彼得说和他们同去 不要疑惑 然后彼得讲了一段话 我们来读十五到十八节 十五到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我一开讲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我就想起主的话说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神既然给他们恩赐 在这边我们看到当彼得看到异象 看到神给他奇妙不容易明白的异象的时候 他的反应是顺服 是顺服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 要学习的功课 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 顺服圣灵的带领 而且当我们执行圣灵的带领的时候 神的工作立刻就展开了 当我讲神的工作的时候 很多人会以为是教会的工作 不是 我是讲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是什么呢 神最想做的工作是做在谁的身上 来 我再问一遍 我再问一遍 我看到你们很多人的脸 你们当中有些人我已经认识很久了 我看到你们的脸 我再问你一次 请问当我们顺服圣灵 而执行圣灵的带领的时候 神的工作就立刻展开了 请问神的工作最主要的是要落在 什么的身上 我们的身上 而且我常常讲 我现在都不讲我们的身上 因为我都说是我的身上 因为只有我跟圣灵对我才有关系 你跟圣灵对我没有关系 听得懂吗 有的人非常喜欢看圣灵 有没有在别人身上工作 圣灵有没有在别人身上工作 关你什么事啊 对吗 我们今天都不看圣灵在我身上有什么工作 我们替别人担心 对 你真的很爱人 你唯一不爱的就是你自己 我们一天到晚在指责别人 在攻击别人 在讲别人 说这个人怎么样 那个人怎么样 关你什么事啊 我们都不想圣灵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工作 我们有没有等候圣灵 我们有没有仰望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 弟兄姐妹 你知道顺服圣灵的提醒并落实神的托付 是神对我们最大的喜乐 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 我们就改变了 而且神会在各种环境之下保护我们 让我们不担心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去执行圣灵所交代我们的工作 或者我们经过祷告圣灵提醒教会 让教会分派人去工作的时候 神就保护起来 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到时候我们会有机会讲到这件事情 我这次在美国服侍的几天当中 才听到一些崭新的资料 其实那是旧文 就是从2007年开始 我们受托开始在欧洲推动欧华神学院 我这一次去我才知道经过七年了 我才知道很多人在拦阻这件事情 很多人在反对这件事情 我不再讲我们教会的人 我在讲外面的人 我不明白 还好当时那些指导人都没来告诉我 我是感觉为什么那工作很难推动呢 后来才知道有人在拦阻这件事情 而且都是大有名望的人物 我很惊讶 我这次才知道原来踩到人家地盘了 问题是仔细的讲言 完全没有踩到他的地盘 我们只做全职的工作 我们并不做带职的培训 可是很多人反对 我还好那个时候不知道 是圣灵的保守 但是我们只是顺服圣灵 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不敢做 因为反对的人太多了 而他们的反对竟然是为了私心 他们的反对是为了自己 直到这一次我才听见 感谢主 我这次去什么 我说感谢主 我说还好你们没有早点告诉我 他说我们都不敢告诉你 结果我们蒙的头就做了 但是没有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灵要做的事情 不是人要做的事情 我们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因此顺服圣灵 实在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检验 我们生命成长不成长 最主要的条件就是你顺不顺服圣灵 你让不让圣灵在你的身上动工 我们到底是说神要我们说的话 还是说我们想说的话 我们到底是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还是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 一个基督徒应该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讨神的喜悦 其实我们内心有太多复杂的东西 是我们自己都不明白的 我们讲一些话来造成一些困扰 我们明明知道不对 圣灵感动我们也不去对付 求主让我们圣灵 我们对圣灵非常的敏感 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 神要得着我们的 第三 圣灵特殊的带领 会有外在的印证 请你写下来 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圣灵的工作 而不只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呢 我们怎么知道呢 一般而言 基督徒都是照着圣经的吩咐而行 圣经怎么教导我们 我们就怎么做 在我们理智 在我们意志 在我们情感 能够理解的情况之下 怎么样顺服 怎么样做丈夫 怎么样做妻子 怎么样做朋友 如何爱人 如何付出 其实圣经都有清楚的教导 只要好好读经 好好祷告 好好聚会 然后顺服圣灵 我们不太会有问题的 问题是当圣灵引导我们 走一个很特别的路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仔细的等候 祷告 仰望 让我们清楚圣灵的引领 弟兄姐妹 请放心 圣灵是非常体贴的 对 有的时候他会像 吉达 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样 但绝大部分 如果你跟圣灵交往 你会发现他非常的体贴 因为他是神 他一定跟耶稣是一样的 因为他是神 他一定是跟神一样的 因为他本身就是神 他非常的体贴 他一定会像侧耳而听的人 显明他的心意 他如果要你做一件事情 他一定会很清楚的告诉你 我因为十六岁就奉献做传道 因此一直等就很着急 一直等就很着急 到了三十岁神还没有呼召我 我就很着急 那个时候我周遭的人都是很熟的人 那大家都说 李健你出来就好了 你不用担心 你出来就好了 你出来就好了 我们会支持你 可能都能跟我这样讲 可是我就是很担心 我没有听到神很清楚的呼召 有一天我开车载到一个人 林道亮 那时候华神的院长 我就开车载到他 他坐在后面 我就抓了个机会 去问他 我说林院长 林院长 我说我 我说我十六岁 我就自愿当传道人 一直到现在三十岁了 我好急 我说我再不念神学院 我就太晚了 我说请你告诉我 我怎么办 你知道 如果你认识林道亮 可能你们大部分不认识 他眼睛闭着 他头很大很大 他常常都这样子 然后在那边摇头 摇头 摇头本来是不对的意思 对不对 可是他每次都是在享受神 他就这样子摇头 他就跟我说 他说弟兄啊 手术安长 你们听不懂 你圣经不好好念 就会这样子 他的意思叫我说 我说烧安勿躁 就这样等 你知道把我气死了 我跟他说 我说我都三十岁了 他说如果神要你做传道人 神会非常清楚的引导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担心 或者内心太奇妙 神会有外在的印证的 当神有外在的印证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十一节到十四节 十一到十四节 我读一节 请你读一节 十一到十四 正当那时有三个人 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 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 那人就告诉我们 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 站在他的屋里说 你打发人往约帕去 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在这边我们看到圣灵 不只是感动彼得一个人 他其实早在几天前 就感动了该撒利亚的百夫长 你知道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不是一个犹太人 他根本就对上帝没认识 圣灵也可以感动一个 不是基督徒的人 他并且还让百夫长拆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也是外邦人 来邀请彼得 所以他有的时候会用一些事情 这就是印证 外在的印证 因为这件事情太稀奇了 如果只有圣灵动工在彼得身上 他未必愿意这样做 他也不开窍 现在神动用另外一个力量来告诉他 那就很清楚了 而且跟彼得同行的 还有该撒利亚 到该撒利亚的 还有六位弟兄可以做见证 回来才可以向耶路撒冷的人交代 因为这六个人也是受割离的 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多人说他不知道圣灵的带领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柔软的细心的听 圣灵的带领 今天讲到圣灵工作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讲一些很奇特的事情 奇特的事情圣灵做起来一点都不稀奇 有人告诉我金粉掉下来 我说金粉掉下来有什么奇怪呢 神要金粉掉下来金粉就掉下来了 对不对 所以有香味飘出来 那有香味飘出来也不稀奇啊 圣灵要请香味飘出来 就香味飘出来吗 有人长出金牙来 有人捡到钻石这有什么奇怪呢 我一点都不开玩笑 我不是在笑他们 我一点都没有在笑他们 我的问题是 这些事情发生了我有改变吗 我的问题是 我们领受圣灵到底是跟谁有关系啊 如果你闻到香味你对圣灵非常大的敏感 你就改变了 我感谢赞美主 香味有什么不好的 有什么不好的 可是如果你捡到钻石卖的结果 你只是更爱钻石或者更爱钱 那捡到钻石有什么意义呢 今天是圣灵跟我们的工作 而不是跟我们的关系 而不是工作是怎么样 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 当我们明白了圣灵而愿意顺服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担心 是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跟神求印证 跟神求印证 因为神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呢 会有外在的印证的 我后来我在1990年5月15号 清楚知道神听了我的呼求 1990年5月15号 我就把我太太叫起来 就说神要叫我们出来做传道人 我太太眼睛张开来 早上五点多 她眼睛闭起来继续睡觉 因为她早就知道我要当传道人 所以一点都不稀奇 可是过了几天我就担心了 我就担心了 担心为什么 因为我就要辞工作 我一辞工作了 我就没有那份薪水 当然教会会给我工资 会给我薪水 我那个不拿 拿这个 可是我会害怕 害怕如果有一天 如果我误会了神的心意怎么办 于是我那个时候 那时候很年轻 三十多岁 我就想说 我就说我要跟神要印证 我要两个 一个太长的故事我不讲 我讲一个短的印证 我就跟神说 以前听过传道人说 神叫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跟他说 叫他当传道人 我说我也要这样 听得懂吗 我要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跟我说 你要做传道人 我就觉得自己很聪明 给神出一个难题 而且给神出一个难题 不仅如此的 而且神也如果这样印证的话 那就是很神奇了 对不对 后来我就整天等等 有一天 因为我那个时候在明传教书 你知道明传那个时候很严格 他们第二年要改制成大学了 大学了 学院了 以后我在那边教书 在明传教书 以后我们 那个时候是梅花座 那是全国考试最严的学校 他们是梅花座 那我就跟另外一个老师在那边发考卷 然后一天都在兼考 你知道一个教室有两个老师在兼考 还梅花座 外面还有外点的老师在查 就是不让学生作弊 那我就跟他到最后一节课了 都很累了 然后两个人在那边卷考卷 因为有好几种考卷 收回来不能弄错 然后卷起来要收走 然后那个我们一整天在一起兼考 他在后面 我在前面 然后他走到前面 我必须走到后面 然后我们两个人在一天兼考完 在那边卷考卷的时候 他带了我隔壁 他说 老师您贵姓 我说我姓李 我说老师您贵姓 我现在忘了他姓什么了 以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老师 他说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他说很冒昧的跟你讲 我说没关系 我说你说好了 我就在那边卷考卷 他说你实在不像老师 我告诉你 我在名传教书教了四年 我在那四年当中 我每一年学生要给老师打评语的 我不知道如果你是名传毕业 你就知道 那个是有一张大的一个 里面有几十题 这个老师上课准时不准时 这老师作业多不多什么 然后上课有没有备课 你知道那个然后送到电脑里面去 我们那个秘书老师跟我说 李老师你是怎么骗学生的 你今年又拿到全校第一名 如果像我这样教书的老师不像老师 我说那谁像老师呢 可是他跟我说 他说你实在不像老师 我就跟他说 那我不像老师我像什么呢 他说你像牧师 后来我就跟他说某某老师 我说你在哪里聚会 他说我不是基督徒 我说你不是基督徒 为什么觉得我像牧师呢 他说我就不知道 我心里面就有个感觉 我一直在看你 你没事一个女老师看男老师干什么呢 以后他跟我说 他说我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觉得你很像牧师 那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他说我也不知道 亲爱的教育你们都叫印证 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即使是服事 很顺利的时候我感谢主 在很不顺利的时候我仍然感谢主 因为当你有印证的时候 你就不害怕这个事情 第四 当你顺服圣灵所带来的 就是笃定的信念和对外的影响 彼得这个是开先河的 这个是创新力的 彼得竟然把福音传给外邦人 并且替他们施洗 2000年后的现在来看根本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是非经过不知道 对吗 千金难买早知道 我们不会知道未来的事情的 但是 因着彼得这样我们就发现 他顺服就带来他自己笃定的信念 以及对外的影响 我们念完一到三节四节我们就结束了 我们来念一到四节 一到四节 一到四节 我念一节请你们念一节 使徒和犹太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 你进入未受割礼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 我们今天所看的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其实是个道序法 十章已经发生了那件事情了 彼得只是把他在十一章重新讲一遍 给这些在耶路撒冷有权势的奉割礼的信徒说的话 可是这一件事情当彼得在讲的时候四节 一直到十八节彼得讲得非常的笃定 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从圣灵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舒适区过基督徒的生活 其实是很容易的 但是如果你在舒适区过基督徒 有的时候你就慢慢冷淡散漫 求主让我们会向他恳求一个有挑战的环境 做我愿意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 让我们经历到圣灵的工作 和我们顺服以后的平安跟喜乐 有的时候神做很大的事情透过我们 更多的时候神让我们经历很小的事情 因为他就是这样子一位体贴的神 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 我们来唱刚才的那一首诗歌最后 主耶稣是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说这就是我们的信心 这是我们的诗歌 就是你成了我们的救主 你成了我们的安慰 你成为我们的盼望 不仅如此 你把圣灵拆在我们的心里面 叫我们很有把握 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 是为你而活 我们向你心上感恩 主要巴不得 主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照着他所领受的 就被圣灵引导 就感恩耶稣 就敬拜天父 好叫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可以一直经历到你就是那位神 谢谢主的恩典 谢谢主早晨来接受我们的敬拜 我们向你现场感恩 现场赞美 现场敬拜 我们现在要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 和神的众教会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